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福奇事的并行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775节节目 我们今天接着给大家分享 YOLO PARK的黄暴 并行金刚第七集周边上面 非常帅气的一款玩具 比我预料之中还要再更加的好玩 这里包括了大黄蜂的手炮 大黄蜂的手炮怎么回事呢 先前的那一款大黄蜂 它并没有附加面罩还有两手炮 我就直接把面罩给换上去了 面罩的替换的话 是要把头顶盖的部分给打开 所以原本的这个模具的头部会拿下来 那我自己觉得吧 它的这个面雕 我觉得吧 就感觉好像是不是应该上点默线会好一点 这个感觉并不是非常的凸显 难得说 也我觉得原本的头雕可能还好看一点 不过这是个人的偏好 那至于手炮在装载的时候 也是直接把拳头扭下来之后 换上去就可以了 不过各位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它的这个手炮的造型是不一样的 我们把它给拿下来给各位看一下 这样取消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一点 就是这个白色的这个部分 你看这里不小心有个白痕 这个就是我装的时候 我以为是这样子装 没有看造型的硬督下去 结果到造成说这个地方被推到了 非常的很心痛 就是我个人的一个装载没有装成功 它这里应该本来是有碾死的 但是反正就因为我错误的装载方式 造成它有一定的这个损伤 那各位就特别自己去留意一下 首先的话我们还是对比一下官方的产品 SS的这个 相比较之下你就会发现什么叫做 儿童倾向的玩具 当然我也不是说这款玩具有多糟了 就是以造型上面的帅气度是不同一个世界的档次 那么尾巴的部分可能是两者最大的差别了 但是一些细节上面还是比较有一个大概的形象 比方说胸口的这个圆形的部分 两个都有 头顶上额头上的这个部分的造型都是一样的 这个地方圆形的造型 侧边有一个圆形的造型 好多好多圆形的造型 没有了膝盖的话是一个方形的状态 还有这个地方的这两块的部件 其实它在造型上还是有多有多有一个致敬 其实我好像是在说这个玩具有致敬 因为这一款不能变形的话是毫无疑问 要尽量去做到贴近的了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细节 还有可动 眼珠子的话是绿色 在特殊的光线下还是有一定光泽的 脖子可以前后动一下 肩甲的话这个地方是一个球形关节 旋转手臂的话非常的紧 我是有上了这个润滑的细游 或者叫龟游 这个地方的转动才比较顺畅一点点 这块部件也可以做造型上的调整 只能这样转 不要这样掀 我看到这东西我就想把它掀起来 到底怎么回事 那这个也有一个前后搓动的幅度 然后二头肌 这款玩具的二头肌比较容易去转下来 你可以看到它已经脱离了 就不知道为什么两侧都是一样的 手肘的话弯超过于90度 拳头可以转 拳头的造型除了这个是抓 这个的话则是一个伸开摊开 它还有一个握持武器 中间有一个空洞的 这个手的话 这替换就直接的这样转一下 稍微扭一下就把它给转下来 那武器的话我已经把它给握在这个手上 我们直接的话展示它握持武器的一个形象 这样扣上去 武器的话是一个双头枪 你也可以单独的分成两只手臂 拿在手上也是可以的 这个扛在肩上完全没有任何的压力 这个动作一摆的话 就一整个男模的pose就出来了 这个本身身上的花爆的黄色部分的话 就是特殊的一个反光 非常的好看 身上的金属的一个配色的话 也是有分暗沉的部分 还有这个亮光的部分 再来就是它的一个胸肌 腹肌这一带的造型 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层次感受得很好 那背后这块部件的话 它单独根部有一个球形关节 可以去做一个转动 脚的话也是一样的 这个地方都还有多一处的连接的关节 所以让我们这个脚能够往上踢得更高一些 那当然往后推回来还是比较顺眼一点 膝盖的话我初拿到的时候 这个尺比较松一点 锁紧就好了 松紧度就完全是完全可以让我满意的了 我没有对它做什么事了 小踝的话也是有一个接地的关节 背后的造型也给各位看一下 那么整体来说吧 这款玩具的表现出乎我想象之外的好玩 因为虽然在电影里头 它几乎没有什么变成人的细分 就最后PK就是大战的时候有出现而已 那这个人物的可动的话 我就做个简单的小展示 这个战力、蹲姿这些东西的话 对于这款玩具来说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困难可言 那么这一集的话就给各位分享这款 Yolo Park所推出的《黄暴》 非常推荐啊 这个系列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 希望他们持续做满各个电影系列的角色 那我就分享到这边 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